美军玩不起 电子战失败 晚尊撤降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号来观点》 近日 美国海军在线大行为 提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卡尔·温森号航母打击大队 第36电子战中队指挥官威廉·库尔特被解释了 原因比较有意思 美军对他的指挥失去了信心 库尔特任职不足一年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卡尔·温森号航母再闯南海几天后 骤然被解释 各种原因微时烂得富强边边 大家知道 美国海军的常规性套话 所谓的对指挥缺乏信心 不过是没能完成实地任务的说辞而已 有军事观察人士来为 大概率是美军上次黄海掩帝 或者是某次南海掩帝期间 出于极端的自信 秀一下优越感 便大肆挑衅我军 挑起了一场电子战 然而呢 美军的EA-18G电子战飞机 却遭到了我军的狠狠调势 美军这次真的是绷不住了 才会如此玩不起 直接解除了中队指挥官的职位 这个说法呢 也是有依据的 某次美军航母闯入我国南海的时候呢 中国南方某气象部门的雷达屏幕上 出现了相当长的回波 据观察人士分析 这是中美两军在进行空中电子对抗 美军第36电子战中队配备的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由F-18超级大黄蜂舰带战斗机改装而成 是美国海军目前唯一的专用电子战设备 被用来干扰敌方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 但是这款飞机脱胎于中型战斗机 受平台的限制比较多也比较大 更多强调的是电磁进攻和电子监听 在电子防护方面呢 却是短板比较明显 根本无法对美军舰队 形成团美的防护 而我军战反美军EA-18G使用的军机机型呢 在网络上始终是争准不休 其中一部分阵尾是殿16D电子战飞机 这也难怪 殿16D的发展历程和EA-18G类似 是由殿16专门进行电子化改装的重型战斗机 机头前方红外追击系统和机炮 被置换成了电子作战系统 大幅度增强了信息作战能力 具备极强的电子干扰能力 电子攻击手段能够让各类智能设备 瞬间失效 就连美国军事专家都认为 殿16D能让美军航母编队的各个舰艇中断联系 可以直接切断美军舰艇的中枢身影 还有一部分人执着于运发EW电子干扰机 毕竟栽线员运发EW具有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其机前机身两侧的巨大骨骼 是用于对敌方雷达进行远距离干扰的电子干扰天线 相比较 还有电子6D等战术电子战飞机 它的干扰功率更大 覆盖的频率更宽 智空时间更大 同时也是电子干扰作战的优良算数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哪一款飞机 性能都是优越于美军 都是美军1A18G招架不足的存在 这也反映出美军的硬件设施已经在衰退了 在我看来 美军现在要做的 不应该是气急败坏地撤一个军官的职位 给军队打杀伪谤 而是应该发展自武实现突破 让自己的电子战装备不再落后 毕竟巧夫难为如米之皮 对此各位怎么看呢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